美国作为全球科技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 麾下拥有两款五代隐身战机 分别是F-2和F-35 而且凭借美国军工巨头强大的实力 在F-35A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了垂直升降版本的F-35B 和海军舰载机版本的F-35C 而F-2作为美国军方第一款五代隐身战机 属于单座双发隐身战机 而且是由美国落马和波音公司联合创制 造价达到1.5亿美元 此外该战机还采用外清双锤尾常规布局 拥有两个大弹舱和两个侧弹舱 能够发射AIM-120导弹 该导弹属于全向攻击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 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 最大射程大约在100公里左右 此外F-22还搭载两台F-119发动机 最大推力为104千牛 加力推力达到156千牛 可是由于该战机采用极为先进的隐身涂层 因此导致常年只能待在恒温机库之中 再加上被爆出拥有多项缺陷 而且还无法充当军方的摇钱术 为此不得不停止研发 原本以为凭借F-22能够让美国处于不败之地 没有想到的是 随着中俄两国相继推出了五代隐身战机 让其不得不研发F-35来列装部队 继续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当然除了五代战机之外 美国军方还十分看好本国的预警机 比如说EP-3 E-3 E-2C等等 并且该装备曾经也是美国军方打压别国的一款王牌武器 而且随着中国的歼20问世之后 而且还搭载PL-15远程空空导弹 最大射程大约在200公里左右 再加上强大的隐身能力和两马赫左右的飞行速度 对于美国军方的预警机而言 绝对属于天敌般的存在 为此美国军方想要确保本国预警机能够安全全上岗 平平安安返回 可能需要F-22来充当保姆的角色 意味着曾经无比辉煌的F-22 可能要用于充当辽机的角色 毕竟通过预警机侦察对手的一举一动 一直都是美国军方的拿手好戏 可是随着中国歼20的武器装备和打击能力得到提升之后 让美国都感到巨大的压力 毕竟歼20的各项数据属实有点太过强大 这也是多年来 美国一直将中俄两国视为对手的原因所在 此外 我国除了在五代隐身战斗机领域 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之外 同时 在核潜艇动力系统领域 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想必 随着中国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之后 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小 与西方战